市長另外想要問 真的這個核廢的議題 這個民眾黨柯文哲主席對您說 這個出來江湖混是遲早都要還的 那您怎麼看這句話 面對核廢料處理不能用混的 柯文哲前市長 對核廢料的處理 他不清楚 因為台北市並沒有核廢料 所以新北市這個議題也攔為他了 新北市從開始到現在 我的態度永遠不變 我們要有最高標準的核廢 要妥善的處理核廢料 這些問題我幾次跟中央反應 我沒有反對核電 我是贊成使用核電 但是有兩個前提 一定要標準的核廢做好 一個要妥善處理核廢料 中央要面對核廢料 要有一個態度 這個態度都是我希望中央能夠做到的 這也是新北市民的期待 一核廢料在新北市擺了四十年 要廚藝了 請教中央 核廢料要在新北市變成永久儲存 後事怎麼樣處理中央要出來說清楚 二核廢料在整個市內干測儲存 跟市外干測儲存的體面 我們的核能監督委員會都說 以市內的干測儲存為最大的優先 所以這兩個議題是我跟中央不斷的反應 中央到現在從蘇院長陳院長甚至總統府 沒有人對新北市的核廢料處理 有關心反而置之不理 未來我當上總統 我一定讓新北市的核廢料 在處理的構成一定能夠妥善的 讓安全無益 這也是我們希望能夠做到的 我也知道現階段的核廢料並沒有辦法處理 但是我們怎麼樣讓它更安全做到更好 這是我們在中央該負起責任的事 中央不負責任未來我來負責任 讓核廢料能夠得到妥善的處理 這是我們必須要面對的 也是要承擔的 另外針對這個核廢水排放的問題 柯文哲說他認為日本是負責任的大國 那不用擔心 那市長您也這麼認為嗎 其實面對核廢料的處理 新北市因為有三個核廢長騎著兩個 現在目前在處理中 我對核廢料的處理我有相當的認識 只要您有膽單業力負責 坦然的面對 把握最高的核安 我相信核廢料只要妥善處理 我相信讓人民安心 讓在地人安心 這才是最重要 所以我說中央不處理的 我出來處理 剛剛好像一直很好奇 就是請說他對於核電的看法 因為他們一開始是主張 他們主張在203年停止核電 但是還是要務實的去處理 因為這個還有一點 要考慮到電的價格 所以他說的確日本現在面臨這個問題 到底核電用跟不用 不過最重要還是要人民的意志來解決 他怎麼看有關於核食的部分 那主席是不是也說 日本能吃 台灣也能吃這個立場 沒有啦 因為這樣啦 我相信日本還是一個嚴謹的國家 不太可能把那個有毒的東西 輸到其他國家去 所以我覺得這樣啦 我們用世界的標準 如果日本國民都可以吃了 日本政府也認為他是安全 那沒有理由說賣到台灣變成不能吃 所以他覺得 除了他講一句話 他說政策不要用情緒來決定 用科學來決定 這也是我一貫的態度 好 有沒有要問野田 想問一下就是說 他怎麼看就是 特首席他接下來就是要參加台灣的總統大選 那有沒有給什麼樣子的建議 那他怎麼看就是台灣現在三個黨的建制 先生に対するご質問なんですが これから総統選に出馬されるんですが 馬能田先生の方から見て この選挙について何かもしアドバイスとか お気持ちとかもしございましたら 是非聞かせていただきたいです 今回3人の方が立候補される予定と聞いています どの方がどうのと 私が申し上げることはできませんけれども 今日お会いした感じでは 今日河文哲さんはものすごくリーダーとして リスペクトのできる人物だなということを 短い時間でありましたけど 感じることができました 救急の外科のお仕事をされてきた よく状況を見て決断をするということに 長けた人ではないのかなと思いますので そういう意味では期待をしたいなと思います 次の選挙については どうぞ 次の選挙については 今回は3位候選人について 次の選挙があるのでは 最後の状況は何かもしれないです 今日は柯主席については 非常に領袖の性質 または一位非常に尊敬の政治家 剛剛我們的這個會談裡面有提到說 他曾經是這個急救外科的這個主任 那麼我相信在他是因應了非常多的 這些緊急的狀況的這樣子的一個人是可以 針對一些緊急的狀況可以做出一個冷靜的處理的人 所以對於這一次我給你非常高的評價 謝謝 請問主席一個問題嗎 就是怎麼看那個AID主席羅森柏爾今天來台灣 說要拜會三個包括主席在內的總統參選人 還說美國這一次不會選連戰 那因為主席你們接下來會訪日的關係 那如果回台時間允許的話 會不會跟他見面的時候再聚美國說 可以駐台灣加入區域型的經濟組織 那事實上我在美國的時候 我就先跟大家表達這個意思 因為台灣不能加入區域經濟組織 有兩個問題 一個產業失衡 因為我們被迫把產業全部移到ICT去 第二點喔 我們這也是為什麼台灣的經濟 跟中國綁在一起的原因 所以要解除台灣這兩個問題 一個是產業失衡 一個是被中國經濟綁出問題 也要讓台灣可以參加區域經濟組織 這個我在黃美的時候 已經不只跟AID講過了 包括國務院國安會我都講過 我全部都講過了 那國務院可以再問一下 就是說怎麼看 國台你他有現在算出有三個選項 一個是要選 一個不選 一個是德里巴大 你怎麼看 你會比較建議他是哪個方案 這一題不關我們這個日本選項 謝謝 謝謝 快點 差一點點 請教士來臺北 謝謝 謝謝 大家想說來臺北 我先請 請 謝謝 謝謝 好讓我來次張開 你怎麼看福島的核廢水預計今年將會排入海 預計四年之後就會拋量到台灣的海域 那現在台灣內部也在關心說我們的核廢料的處理問題 核廢料本來處理要專業題目 像這個福島的核廢水的問題 我覺得是這樣啦 日本還是一個大國 他應該還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 所以他一定會按在國際的允許的標準之下排廢水 所以我從來不太會擔心這種事情